小编今天带领大家,实地参观新开洗碗厂,设备配置为快勺上线清洗,主线内宽为1015毫米,配搭周转箱清洗机,每天可满足清洗,两万套包装消毒餐具,现在展示为第一道,后除渣工序设备,回收餐具投放至除渣池后,周转箱便进入清洗机上,对周转箱进行高压冲洗,完成冲洗后的周转箱,便会输送至下一道烘干工序, 完成除渣后的餐具,餐具快勺进行自动分件,完成分离后的快勺,便进入主线清洗机上,进行完整的清洗流程,接下来周转箱会进入超强烘干机,使周转箱达到全面分干效果,周转箱便自动输送至成品包装车间,进行餐具入箱配送服务,餐具完成清洗浸泡烘干工序后,餐具自动输送至包装车间,对餐具进行别放整理, 并完成最后的包装塑膜工序,方可进行入箱配送服务,现在让大家现场感受一下,餐具集中清洗的完整流程,首先将回收的餐具,投入至除渣池,通过高压冲击,把餐具与食物残渣分离,完成投放后的周转箱,送至到清洗机上,进行高压喷磷清洗,完成第一道冲洗后,周转箱便输送至烘干工序, 餐具快熟自动分减后,筷子自行输送到清洗主线上,完成整套清洗流程,接下来周转箱便进行超强烘干工序,使周转箱达到全面分干效果,便转至到成品包装车间,接着餐具完成高压冲洗,标准洗涤剂化学浸泡,二次高压冲洗,高温纯净水浸泡,紫外线高温烘干砂精, 餐具完成清洗浸泡烘干工序后,餐具便自动输送至包装车间进行叠放整理,并完成最后的包装塑膜工序,对餐具进行书香和配送服务。